中文字幕提供 阿斌哥 接下來要介紹甚麼? 我看看, 打火鍋嗎? 你猜猜 莫非是冬陰宮湯底? 聞到有香味, 當然不是 對, 真的不是冬陰宮 冬陰宮是辣的 這個是沙茶醬湯底 然後我們配牛的哪些部位? 第一碟是雪花 第二碟是尚龍 第三碟是吊龍 第四碟是湯豉 我最喜歡肥 因為牛肉沒有油脂 沒有了那種香味 我相信配合沙茶湯底 用來搓是一流的 不如我們試試吧 好 今天試一試這個 是用沙茶湯底來打火鍋 沙茶在東南亞帶很流行 海鮮跟一些有點辣椒 鮮甜辣辣的 跟我們炒上火鍋是有相似之處 來 其實蒜牛肉是不用煮太久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然後幾秒鐘就已經OK了 我覺得作為四流肉 肯定是最好還是打火鍋了 試出它的原味 然後它肉的那種嫩滑 還有它的肉汁都是體驗出來的 我們這個吃法就不用點太多的醬 試一下 而且它牛肉幾秒鐘就已經熟了 你看 怎麼樣 你經常去吃牛火鍋 感覺這個跟平常有什麼不一樣 平常的那種牛肉火鍋 其實就是那種普通牛肉的感覺 但是這一次吃的話 它就算是放進這個沙茶鍋裡面 但是它出來以後還是有那種奶香味 然後口感也是比較鮮嫩 然後比較好嚼 然後它也是那種肥瘦比較適中吧 我吃過這一塊牛肉的香味 攪進去那種油脂的香 還有那種雞肉那種很彈牙的 是吧很爽的 然後吃完之後整個口是香的 非常棒的一個做法 我猜你們以後要把這個推廣的貴州 肯定能夠把你們的牛肉做得更好 是的 其實這個鮮肉蒜鍋 最能反映出我們關領黃牛這種肉的特質 就像剛才海哥講的 瘦肉的香 這個脂肪的香融合在一起 而且層次感是非常豐富的 無論是怎麼做法 這個牛肉就兩個字好吃 總的來說它牛肉的香味 雞肉的那種嫩滑爽口 有嚼勁令人回味的一個美食 說 感谢观看